我们接着讲这个黑帮老大 这个Vitalia挑选完了演他少年时代 挑出来的孩子他就把他开车带着一块到了当地的公园 然后就教他怎么扮演年轻的他自己 完了他就指着公园里正好在长椅旁边 有一帮喝啤酒的一帮男孩 他就说你看见那帮人了没有 我要你现在走过去叫他们滚 而且要让他们把地上那些垃圾给捡起来 你要表现的就跟你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一样 这块地皮就是你的 另外你要平平静静的说话 你声音不要高语气但是要坚定 你让他感觉你背后还有好多人在支着你呢 想象一下你就把你想象成我就行了 真没想到这个孩子做的那就一个漂亮 他简直就是过去说一句停半天 就是用这种威胁的方式 就是说一下滚 完了他又不说话了 哎沉默 完了以后再说下一句 他就让那帮喝喝啤酒的这帮男孩啊 赶紧收东西滚蛋 等这个男孩啊收东西啊要走的时候 结果他说了 哎别忘了 你的那个垃圾 这个孩子啊完全就是纯粹的 维他利式的 而且啊这个维他利啊 他经常会用某些一句话啊来刺伤你 比如说吧 他就经常的啊就喜欢问这个皮特 哎 你那个相机怎么那么小啊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的相机啊 要不然就就说 哎 你懂不懂怎么采访啊 需不需要我教你啊 这个挑出来的这个孩子啊叫Media 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好孩子 他呢即将完成他的大学的学业 可能呢会在一个国营的公司啊去上班 哎 但是你看他现在的整个的行为风格啊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黑帮 这个皮特他们就问他 哎 说你觉得这个Media能不能真的以后就成一个特牛逼的黑帮啊 嗯 这孩子有潜力 不过啊 他还得变得啊再硬一点 你想啊 在他的年龄 我早就在监狱里边因为勒索啊敲诈什么的被判刑了 历练不够 这个皮特他们啊就跟着这个维他利啊 去到了维他利的父母家 这个维他利的父亲啊 是一个在一个军工厂啊 特别努力踏实工作的一个工人 专门呢就负责啊在这个坦克上啊 焊接那些零件 个子并不高 哎 而且一说话就特害羞 只要是谈钓鱼的事啊就就就兴趣特别盎然 而这个他的妈妈啊这时候看着已经有点微醺了你知道吗 这俄罗斯人真是没辙 已经差不多喝醉了但是啊还是能够保持相当的有礼貌 而且你看啊这个家里啊也是收拾的干干净净 也没就突击也没打招呼 人就直接来了一看真的 说明平时生活有条有理的 不过能看得出来啊两口子特别害怕他这个儿子 而且他这个儿子啊可能对这父母啊也特别的不屑 所以啊连进这个家门都不进 这父亲呢就接受他们的采访 然后就说啊说啊他呀在学校其实还是个挺爱哭的孩子 哎呀谁知道后来成这样了呀 我们当时特别希望啊这个监狱啊能把它好好改造改造 哎出来以后啊在这个军工厂啊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多好啊 哎呀没想到啊人家出来以后已经是大老板了 这个监狱啊真的应该算是维他利的启蒙学校 这个我还真说啊真的监狱是一个大课堂 好多的孩子啊就我们那时候学校里啊 其实好多的孩子就是本来啊就是个小孩嘛 打打闹闹的啊 最后因为这个打架啊或者干嘛的啊 这个进了监狱了在里边待了个十来天 出来以后就完全不一样那真是个流氓啊 所以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叫越褚越愤 西班牙这西伯利亚这一带啊 应该说就是大概就是犯罪率太高了吧 或者说呢就是好多的比如打城市的那些犯罪的都给弄到这边来 所以呢这一带啊真的是布满了监狱 这个西伯利亚不是那种西伯利亚啊 嗯 也应该算吧远东嘛 这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都能看着到处都是铁丝网啊 瞭望塔啊 玩了一个大混凝土的那种墙啊什么的啊 这个维他利呢就带着皮特他们去看了他第一次服刑的那个监狱 他说啊我在这儿啊学到了一切 这是皮特第一次在这个人的身上啊和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点点的哀伤 他说在这儿啊你必须得证明你是一个男子汉 不是一只小鸡你呀不能哭也不能胡说八道 哎而且呀你不能够让别人去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你就完了 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必须知道你只要承诺什么了 你就必须遵守 哎守信勇是最主要的 这监狱里啊等级观念和监狱的某些规矩啊 呃也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说好多地方为什么就有牢头啊什么的啊 说这警察他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他也管不下去 哎他就通过你在这个监狱里形成的一个黑社会的这么一个阶层啊 哎你们自己去管理去 韦他利的这个第一次服刑啊刑期是五年 呃1988年的时候 所以93年他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妈呦 这整个世界都变了苏联都没了 完了那个以前牛逼轰轰的那些国营厂的那些工人 成了无名小卒了完了以后教师啊警察啊法官呢全都没工资了 这个工厂的工人啊还在那倒是还工作了 但是呢全在那制造一些没人要的冰箱啊火车零件什么的 也不知道卖给谁去 另外呢就是那些战争英雄们啊那过去都牛的不行啊 现在只能拿这个养老金了 而养老金的那时候少的可怜 像这个韦他利这样啊从监狱出来的 那过去一定是边缘人物了 直接被边缘 人渣再也甭想你有一个正常生活了 可是现在他突然发现他的黄金时代来了 他当时就想啊我可不能像我爸似的 好家伙为那一分钱在那工厂里边闷着头干 我疯了我 我那么最后还不定活成什么样呢 在他的这个城市啊就这个新这个新乌苏里斯克 也就是咱们中国的双城子 这里啊唯一的就是说你说的这个价值啊 就是汽车现金 那黑帮分子呢就用他最直接的方法 而且用最快的速度就可以拿到他们要的这一切 应该说啊并不完全都是什么这个这个敲诈呀 偷窃呀什么的啊 相反是好多商人呢 主动过来让他们保证这个交易安全 比如说吧 我一同伙干着干着 反悔了 或者把我给撬行了 就让这个黑帮去帮忙摆平 好多人啊都不去找警察去你知道吗 比如说抓个强奸犯啊 抓个小偷啊 不找警察 找他们 结果呢 他们反而成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啊 都能给你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那个联络大机构一样 全部啊 托拉斯 在这个新世界里啊 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人 哎呀 旧的那种苏联的那种榜样啊 全都成胡董了 垃圾 全都扔了 而这个西方啊 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黑帮啊 他是因为在这个监狱里啊 就有自己的一个那种法则 生存法则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改革开放中啊 哎 他反而幸存的 呃 活下来 在这个人人都迷失了 都不知道北了的 找不着北的这个俄罗斯啊 只有他们唯一知道 我是谁 我该干嘛 虽说啊 后来普京掌权以后啊 好多的黑帮也失业了 但是啊 这个在俄罗斯啊 这个黑帮的这个行为方式 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 就是所有人都还觉得 这种方式能维持我的这儿的平安 这个皮特他妈可闹心了 就是每次啊 要拍他的时候吧 这家伙老玩消失 这个啊 就让那个皮特啊 他们简直就是烦的不行 不过啊 每次他玩消失啊 他都会指定他一个朋友 一个叫斯塔斯的 来呢 照顾这个皮特他们 哎 这个斯塔斯啊 开着一辆打击扑 完了呢 车头上啊 拧了一把 那个小铲子那样的 那个标 这就是呢 他们那个黑帮的 那个标志 另外呢 还带着他的那个高头大马 这个女朋友来了 又高又大 完了那个大白胖 找完了那个贼无聊的 那种金发碧眼的 这种就是 你在这个黑帮的这个旁边啊 永远能看见这种类型的女孩 眼睛没神 什么时候呢 聊到他呀 比如说你都买了多少个袜子啊 你买了什么衣服啊 这眼睛才泛光呢 有一次啊 他就跟这个皮特说啊 说你知道吗 我家里有一双这个蛇皮的那种的 紧身的 那个袜子 这个斯塔斯啊 带着皮特他们啊 就参观这个小镇子 这个小镇子啊 是以这个汽车市场交易闻名的 应该算是整个俄罗斯啊 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啊 因为挨着这个日本海嘛 所以等于那个日本的那种三菱车呀 风田车呀 就是咣当咣当 从这个海上 这么日本海过来啊 直接在这上岸 完了就在这开始交易 这个市场啊 就位于这个小镇入口的一个小山上 哎呦 老远啊 你一看啊 你以为这山啊 哇的妈 荧光闪闪 为什么呢 就是那太阳不照在那个 所有的这个汽车上啊 这不是反射的那个光吗 所以你老远啊 就看着这山 就以为是一个大金银的山呢 嗯 整个小镇子啊 所有人你看 全都开着最新型的车型 你别看他厕所啊 都还是那种 那个 在院子里边啊 大一破 那个木头屋子 那么挖一坑的那种啊 完了那公寓的墙 也都是那种 发了黄的那种墙 但是个个啊 开的那个黑色的大汽车 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俄罗斯人特别爱开黑色的 北京的啊 就不适合开黑色的 我就开一个 可后悔了 它烙灰啊 稍微一点那个 那个尘土啊 你那车就特明显 白色的 北京就适合白色 我当时也是耍酷呗 就是全是那个荧光闪闪的 你看人家那个大黑形 别的不管啊 家里脏成什么样 我的汽车得光鲜亮丽 这斯塔斯啊 就带着这个皮特他们啊 去参加一个那个会展 就看着啊 人家那个当地人啊 就那展示 人家是怎么那个升级 装修自己的大汽车的 有一个呢 就在那个汽车后边啊 直接给自己啊 安装了一个大的按摩浴缸 还有一个人呢 是在里边啊 弄了一个大电院 就在跟你啊 炫耀他们这些宝贝的时候啊 哎呦 那简直满脸的 那个柔情意义的 你就看着 各个那个俄罗斯大块头啊 就跟摸那个 自己的那个小baby似的啊 就那么轻轻的 抚摸他们的大汽车 这斯塔斯啊 就一边跟他们聊啊 一边还居然拿出一把小牙刷来 特别轻柔耐心的 在那刷他那个 大吉普的那个大灯 就像啊 给他那个 刚刚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啊 在洗澡呢 就那么的轻柔 后来啊 斯塔斯带他们又到了一个镇子上的一个山上 在这座山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那个小镇子啊 那个风景啊 就是 视角最好 你在这呢 就能看见啊 那些破旧的那个军工厂啊 还在那冒着流淹呢 这个山上啊 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墓地 全都是黑色的大理石 做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 黑色的黑色的 哎呦 我把车卖了 上边啊 全刻的都是年轻就死去的黑帮分子的名字 比如说这名字是什么 拳击手不拔 要不然这美夏特斯巴利斯 他们的那个肖像啊 也都嵌在这个墓碑上嘛 完了都是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那个时刻啊 照的照片刻在那上面 嵌在那上面 比如有一个人吧 就举着自己的奔驰车的那个钥匙 另外一个人呢 就拿着自己的手机啊 在那摆各种姿势的 反正就是都是把自己的那种 恨不得就是跟那个埃及法老 把自己的那个财富都带进那个金字塔那样的啊 就是也是想都带到这个他的墓地里去 这个皮特他们发现啊 这个好多个这个墓碑上的日期啊 都在同一天 就是90年代的那个同一天 这说明了就是这帮年轻人啊 是同一天死的 这也就是帮派啊打斗的时候决斗 我估计是这整帮人都被灭了的一个印记 这死他死他死啊就问了 说这里边有你朋友吗 我班上的大部分都在这呢 同学全在这 这死他死倒是挺实在的 一点都不隐瞒 他说不过啊 也不都是黑帮 就是当时交伙的时候啊 临时就蹬来了 结果就就就就死了 这同学们去帮我打个架去 就就就就就这么着就就死了 傍晚时分啊 这个死他死呢 又带他们去到了一个迈阿密 一个叫迈阿密的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外边啊 立着一个四米高的一个 那个塑料做的一个棕榈树 这整个镇子啊 你到处都能看到 好多的塑料的棕榈树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冷吧 完了再加上他估计起名叫迈阿密啊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人特别逗 特别喜欢到这个 因为太冷啊 所以就是觉得到热带去度假 是一个牛逼有钱的一个象征 所以这棕榈树啊 在这儿哪叫一个时髦 这个迈阿密餐厅前面啊 就有一个停车场 完了这个地下室里呢 还有一个按摩院 这个死他死啊 就说你别看这地儿啊 它不大 但是要啥有啥 应有尽有 这个餐厅的墙啊 都是用那股毛茸茸的 那种那个酒红色的 那个壁纸啊 做的装饰 椅子呢 也是都用的黑色的 黑色黑色 哈哈哈 所有的顾客啊 全都穿的都是那种熨烫的 特别笔挺的啊 整整齐齐的西装 这家餐厅啊 居然是一个中国人开的 因为这里啊 离这个中国边境啊 只有20公里 所以说这个镇子里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 据说都是非法的中国移民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